現在開始上個熱的關於熱量的部分 我們說兩個溫度不同的東西碰在一起之後 會有一個能量的轉移 這個轉移的能量我們稱為所謂的熱能 那麼這個熱能有多少有多寡 這叫做所謂的熱量就把它數量化 熱量 那麼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叫做 熱量不是物質是一個能量 因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 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以為熱是一種物質 所以事實上那個熱單位卡路里的來源 跟熱是一種物質是有關係的 那後來才發現熱不是一個物質 熱是一種能量 所以我們會喜歡問你 熱是物質還是能量 熱是一種能量 兩個東西碰在一起的時候 一個高溫一個低溫 然後呢 高溫的會降溫 低溫的會升溫 高溫的會放熱 低溫的會吸熱 到什麼時候 外表上停下來 兩個溫度一樣的時候 那叫做熱平衡 不再變化 一樣的時候 不再變化 熱平衡 所以兩互相接觸 最後必達 熱平衡 何謂熱平衡 溫度 一樣 溫度一樣 不一樣 拿溫度計去量溫度 就是讓溫度計跟那個碗液怎麼樣 達到 熱平衡 溫度一樣 那當然 一個高溫 一個低溫 低溫的會升溫 高溫的會降溫 對不對 所以溫度計 放下去就會怎麼樣 就會發生一點改變 那我們就做把它讓溫度改變 盡量盡量非常的微小 小到你可以忽略不計 忽略不計 來測量我們的溫度 OK 好 達到熱平衡 溫度計就是讓我跟那個測量的東西 達到熱平衡 溫度一樣 剛剛講過了 通常我們是吸熱的時候 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時候溫度會下降 所以 你可以根據它的溫度上升或下降 知道它在吸熱還是在放熱 知道它吸熱還是放熱 吸熱的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溫度會下降 同時也就知道 高溫跟低溫 擺在一起的時候 高溫的溫度會下降 所以它在放熱 低溫的溫度會上升 所以它在吸熱 就是熱量的移動 我們後面會提到 進油磨擦或壓縮呢 可以使溫度 畫到沒有畫 那個磨擦深熱 各位都有經驗嘛 冬天好有熱的時候 搓一搓搓就覺得很溫暖 對不對 摩擦會深熱 然後壓縮也會深熱 膽汁膨脹就會降溫 這有一個 壓縮深溫的影片 這有個壓縮深溫的影片 這個是一個可以燃燒的 棉花 壓縮深溫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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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點著了 OK 所以压缩会使温度上升 那反之膨胀就会使温度下降 我们在三年级的地球科学 会跟你提到气体膨胀温度下降的事情 那是未来的一个重点 以后再说 那么热量单位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知道温度会变化就表示有吸热或放热 所以我就根据温度变化来说热量有多少 我们定义一公克的水温度增加或减少一度C 它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叫做1卡 一公克的水温度变化1度C 热量叫1卡 一个卡路里 减少1卡 CAL 好 少水的原因是因为水很常见 而且水的那个能量够大 不会太小 不会造成一些麻烦 所以那营养标示的时候 这个应该在建教或什么念过 生物也念过 千卡 比较大一点1000卡就千卡 千卡 我们后面有的时候会碰到它 但是比较少 李化克比较少碰不到千卡 偶尔会碰到它千卡 你要知道像1000卡 OK 所以然后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能量单位叫焦耳 三年级才会焦 有两个能量的单位 所以就有单位换算问题 1卡等于4.18焦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写 5时候写的是4.2焦耳 就感觉比较简单嘛 他写4.8他感觉比较麻烦 没有关系反正就看题目 题目上说4.2你就给我写4.2 题目上说4.1.8你就给我写4.18 好4.18反正就是这样子 4.2焦耳 这个焦耳以后才焦 现在先不用管它 但是这个单位换算的问题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定义 说这要做一卡 所以我们有个公式 所以我们有个公式 H等于M2T 2T是温度变化 刚刚讲过 我们是看它温度变化 知道它有吸收或放出热量的 所以用2T温度改变 2T改变正常是要用末温减出温 可是如果用末温减出温的话 放热末温会比较低 所以出来会有负汗 你们这些大哥大井碰到负汗就不会算 所以呢同学习惯上是用高温减低温 同学习惯上是用高温减低温 我们未来也都是用高温减低温 但是如果你用高温减低温有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要知道它是吸热还是放热 如果你是用末温减出温那就不用了 反正就是正的就是吸热或者就是放热 或者就是放热OK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 我们不知道一个东西的热量有多少 现在我从10度变成20度 我需要吸热200塔 我知道这个热量的变化量是200塔 那10度有几塔不知道 20度有几塔不知道 只知道10度跟10度之间差200塔 所以我们只能够算出热量差 我们算不出热量有多少 所以考试题目里面 只要任何人有暗示你 我能够知道这玩意儿有热量有几塔的都是错的 比如说我告诉你说一公克的水一度吸含有热量一卡 错错OK 我不晓得一个东西的热量有几卡 我只晓得它在A状况跟B状况之间到底相差了多少卡 就是要注意的事情 我们只知道热量差 我们不晓得热量有多少 就是我们要提醒你了解注意的事情 OK吗 OK 很好